那在你的生命呢 谁是最大的一个影响呢 如果不是圣灵的话 那就是敌人了 谁最影响你的生命 圣灵还是敌人 那我们可以 敌人用什么来影响你呢 就是让你怀疑 不只是在格西玛尼山 就连在伊丹园也一样 敌人会说神有真的这么说吗 西伯来书里面第九章二十八节说 第九章二十七节说 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 死后且由审判 所以审判后呢 你有两个目的地 第一呢是在地狱受苦 第二是在天国 那通常我问信徒这个问题 他们都会给我非常 不好的一个答案 什么答案呢 他们说 他们会说 我会问他们 你死后会去哪里 他们说 我希望是天国 希望 你应该要确实的相信 而不是说希望 在约翰一书第五章十三节说 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 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 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 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 那我们今天主要经文是 彼得后书 第二章十五到二十二节 可是呢 在我们进入那一节经文之前 让我们看希伯来书 希伯来书第四章 希伯来书的作者 他是在对两组人说话 信神的人 那他们呢 以及不信神的人 他说了两组人 而希伯来作者说 现在我们要进入神的安息 神的安息 安息其实就是一个 代表神天国的话 这个词是代表神的天国 希伯来书第四章第一节 现在呢 我读的圣经的新约 我是读希腊文 希腊文 而我会非常实在的 就是翻译希腊文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呢 有很多不同的组织 以自己的方式来 翻译神的道 他这里说 就当 危惧 我们所蒙留下 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 就当 危惧 免得我们中间 或有人 是不是赶不上了 在这里呢 在希腊文 其实他的写法是 让我们永远 永远 不要 委屈 我们永远 不要害怕 因为我们永远 不应该害怕 因为我们有 确定的应许 为什么我们不应该 害怕 会应该 委屈 那 为什么我们不应该 害怕 因为 进入天国 并不是 因为 你有做 还是 没有做的事 而定 我们 我们听 福音 我们 信 福音 神就给我们 他的赐福 只要你 领受福音 你就有 这个肯定 你一定 会进 天国 你永远 都能够 在天国里 你能够 与神 亲近 你能够 有神的 应许 能够有 神的 赐福 那 所以呢 你 我 应该 做的 就是 这一件事 感恩 称颂 神 因为 进天国 不进天国 跟你 做的事 不 无关 只是 神 神 公认 我们 他的 救恩 你的一切 的罪 以前 犯的罪 之后 也会 犯的罪 你的一切 罪 都已经 耶稣 基督 都已经 提了 你的一切 罪 然后他 为了 在十字架 丧失 圣经 说些什么呢 圣经 说 耶稣 基督 给了我们 他的 正直 耶稣的 正直 有多少 是完美的 耶稣的 正直 是完美的 完美 我们 我们的 罪 我们的 罪 在他 身上 而他的 正直 给了 我们 所以 当一个 圣徒 来到 神 面前 在西伯来 书里面 说 人 按着定命 人人都有一死 死后 且有 审判 所以 你和我 都必须 来到 神的 面前 他会 审判 我 可是 好消息 是什么 只要 你信 耶稣 你的 罪 他永远 不会 记得 当他 看我的时候 他 不会 看到 我会 来到 神 面前 而当他 看我 他不会 看到 我的 罪 他会 看到 耶稣 基督 的 正直 不是 因为 我的 罪 不是 因为 我 所 做的 因为 有耶稣 的 十字架 你和 我 能够 有 正直 而当 神 看 我 他 不会 看到 我的 罪 他 会 看到 耶稣 的 正直 的 光 所以 你和 我 都能够 有这个 肯定 不用害怕 所以呢 千万 不要 以为 你会 失去 神的 救赎 你不会 失去 神的 救赎 神 已经 给了 你 永生 如果 神 给 你 永生 那 这个永生 是不能够 被改变的 这个永生 是不会 更改的 这个永生 是在你里头 这个永生 你不可以 说 他不会 拿去 拿走 所以 让你 幸福 圣经说 如果你在耶稣 基督里 你变成 新的人 新 你知道 圣经 是多么重要吗 新 说到新 这也是 关乎 天国 为什么 因为 突破 神的福音 你进入了 一个新的约 对吗 你知道 你在哪里 会 你会在哪里 生存吗 你的永生 你会在哪里吗 在新耶路撒冷 也就是 天国 这是 一个 一个 新的 新 他是新的 当你在 弥赛亚里 你变成 一个新人 你 之后 会去 新耶路撒冷 你会有 而呢 到最后 你也会 得 新的 身躯 这个 身躯 是 完美的 完美 为了 他的 新耶路撒冷 他的天国 设计 好 新的 身躯 所以 你会有 这个 现实 就是 一切 都会 变得 新 而这是 神 所给 你的 应许 所以 在提摩太书 对不起 不是提摩太书 是刚才我们的主要 这一碗 彼得 后书 第二章 第一节 从前 在百姓中 有假仙 知 起来 将来 在你们中间 也必 有 假 师父 狮子 引进 陷害人的 一端 连 卖 他们的 主 连 买 他们的 主 他们也 不 承认 自 取 素 素 的 灭 那这些 经文 我们读了 今天我们要看的是 我们要知道 这些假先知 这些假师父 他们知道很多 他们甚至 可以 他们甚至可以 跟你讲 圣经里面的 东西 他们虽然 知道 圣经里面的话语 可是他们却没有 接受 这话语 他们没有被 圣灵的力量 改变 那我们看 第十五节 他们离弃 震怒 就走差了 随从 彼尔之子 巴兰的路 巴兰就是那 贪爱 不义 之 公价 的先知 这里说 他走差了 误入 企图 他们没有坚持 真理 所以 所以这里说 当你走差了 你是跟随 谁的道路 不是巴兰的路 巴兰 你知道是谁吗 那你知道吗 巴兰 其实是一个先知 他听得到神的话语 可是他却没有 他没有坚持 他没有 他没有 他没有卫生于神的 怪 可是呢 我们要知道 神有对他说话 可是他却不服从神的 他却没有 他却没有 顺从神的 道 他却没有 他却没有 顺从神的 所以呢 开始的时候呢 这个 当 那个王来找 他的时候 他说 哦 我不能 够 我不能够 当那个 巴兰王来 找他的时候 他说 我不能够 帮你 我只能够 说神命令 我说的话 可是他说 这番话 其实是有用意的 什么意思呢 他说 就算 你给我 你的王宫 我也 不做 其实他是在说 他其实是在暗示 这个王说 哦 如果你要我这么 替你咒诅 以色列人 你要我这么做 的话呢 你就要付出 很大的代价 他是这样 他其实是在暗示 他这样讲 他不是一个 他不是一个 信实的 他并不是一个 信实的先知 他想着神的话语 他可以听得到 神的话语 可是呢 他去做自己 喜欢的事 这里说 他爱什么 他爱这个 所以说 他贪爱不义 之公价 贪爱不义 之公价 那如果你要进天国 耶稣怎么说 我们要先寻神 我们要先寻神 和他的义 这样我们才可以进天国 那在圣经里面 当你 圣经当 圣经里面提到 正义 的时候 那正义 是 与什么有关系呢 正义是与神的 荣耀有关系 所以当一个人 是正义 他就能够 显出神的荣耀 那我们看 第16节 他却为自己的过犯 受了责备 那不能说话的驴 以人言 拦阻先知的狂妄 所以你看 神给他机会 神 他的过犯受了责备 怎么样呢 神给他机会 神以一只不能够说话的驴 用这只驴来骂他 这里说那只驴 阻拦了先知的狂妄 狂妄 他听了神的道 然后呢 他不服从神的道 那这不是一个圣徒 的行为 不是一个信徒的真行为 那 如果你 你教别人说 你是不会 失去 你是不会 失去 神的救赎的 有些人对我说 你不应该这样教 因为如果你 去教人家说 你永远不会 失去神的救赎 那人家就会 出去犯罪 他说 他说你的 你们是有这样子的想法的吗 我不相信 那你要知道罪 并不是你的朋友 罪会给你带来很多苦 而最后 罪会给你带来死亡 罪不是我们想要做的东西 一个呢 已经在耶稣里 成了新人的信徒 是不会想犯罪的 那你知道吗 通常人家来信耶稣 他们的推动力是什么 他们的推动力是 我要离开 我要离开罪 而真正 真正的信徒 是不会这样子想的 说 反正我都不会失去 我的救赎 让我去犯罪吧 真正的信徒 是不会有这样子的想法 因为他们来信主 他们来跟随耶稣 就是因为他们要离开罪 我们看17节 这些人是无水的井 是狂风吹逼的雾气 有漠黑的幽暗 为他们存留 所以他们看起来像井 可是问题出在他们没水 没有无水的井 无水的井是什么 无水的井其实只是一个洞 根本就没用 外表看起来像一口井 可是你去看的时候是一个洞 因为里面没水 如果你信主 你有了圣灵 你会处于一个非常坚定的根基上 可是你看这些人 他们是无水的井 是狂风吹逼的雾气吹来吹去 所以说呢 有漠黑的幽暗 为他们存留 这是他们的结果 在出埃及的时候 记得吗 之前有十灾 其中一个灾是什么 就是黑暗 在西伯来文里面 有两个字 可以形容黑暗 PUSH是没有灯 可是你知道吗 圣经说到了这个世界 有给不一样的字 这里 这里说是非常浓厚的黑暗 那些站着的人不敢坐 坐着的人不敢站 因为非常的黑 他们不敢做任何东西 这个黑暗是多么的浓厚 他们不可以动 他们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他们不知道会维持多久 在大笔的书 说这个黑暗最 这个黑暗最可怕的东西 就是人对自己不明白 不知道的东西的这个恐惧 他们多么的害怕 因为他们不知道 这个黑暗会来一次多久 这个黑暗是什么 他们不敢动 不敢坐 不敢站 所以说 有默黑的幽暗 为他们存留 而这里呢 如果你读原文 这里说 这个默黑的幽暗 是永远的 永远 可能有一些英文版的圣经 没有写说永远 没有写说永远 然后第十八节说 他们说 虚幻 金花大话 十八节 这里说 那些狂妄的人 在原文是说狂妄的人 狂妄就是那些非常骄傲 非常 他们的生命是充满自己的骄傲的人 这里说 狂妄的人说 金花的大话 那大话 空虚的话 如果你看传道书里面的 所罗门也说了 他的生命是充满了这个 虚 空虚 希望 你知道所罗门 他什么都有 可是呢 一切 都是 虚空的虚空 所罗门他什么都有 他不只是什么都有 他想要什么都没有人能够阻拦他 可是他说 道徒来 世上的一切都是虚空的虚空 所以 虚空是什么意思呢 虚空其实就是 嗯 与永生没有关系的东西 这些都是虚空 所罗门他想要寻找的旧事 能够持久的东西 所罗门寻 可是他找不到 如果你和我充满了这个骄傲 如果你跟我充满了狂妄 那我们所说的话都是虚空的大 那这里说 用肉身的情欲和谐淫的事 引诱那些刚才脱离忘形的人 在 希腊文呢 这里呢 在希腊文面说 这些假先知 这些假的老师 他们会去攻击怎么样的人 他们会攻击那些 已经脱离了忘形的人 真正脱离忘形的人 是什么人呢 是那些已经为自己的罪 忏悔的人 他们行到是神给予他们生命 而罪 罪这些 都是谎言以及腐败 败坏 那他们会怎么样做呢 这些假的教师会应许他们 他们应许人得以自由 那很多人非常喜欢自由 那 人 以为自己有自由 就是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 这就是自由 那保罗说 基督是我们的 余月的羔羊 那你知道吗 十字架是在余月日 耶稣是在 耶稣是在余月节 为我们被钉十字架 就算是在 就如在埃及 那些人呢 以色列人 他们怎么样 在埃及的时候 以色列人怎么样 存活 他们必须要有高养的血 涂在门盘上 对吗 所以呢 耶稣的死 耶稣的死 耶稣的保血 把我们从罪和死亡中 被释放出来 那为什么以色列人会在埃及 因为他们犯罪 因为他们恨自己的弟兄 约瑟 对吗 他们犯了罪 他们把约瑟给卖了 那为什么 他们会讨论自己的弟兄 约瑟 因为约瑟有梦 梦是神托他给他的 可是呢 可是呢 他们听了却非常的 妒忌 那如果你 对神 对神的计划 对神的旨意有兴趣 神就会 给你他的启示 那愚拙是什么 愚拙是要神同意你 智慧是你同意神 以色列的 圣女的会众 当时呢 以色列人 他们离开埃及 让他们得到了自由 可是你知道吗 真正的自由是什么 真正的自由 他们在西奈山得到 得到最大的自由 就是他们能够来相信谁 很多人他们对这个自由 有错误的思想 他们说 神 你释放我 是因为你要我做我自己喜欢的事 这是错的 对你来说 最好的事 就是你做神要你做的工 最惨的是你做你自己喜欢的事 那如果你顺从神的真理 这是很重要的 对吗 那出埃及记 二十世章第七节 这些经文 很重要 又将约书念给百姓听 他们说 约翰和我所吩咐的 我们都必遵循 对 那每个会说 谢伯来文的人都懂得这一句 那有些人他们不晓得如何翻译 这里是说 我们会听 我们会做 这里说 约翰和我所吩咐的 我们都必遵循 那当你遵行 你就会听到神的话 如果你要圣灵 做你的教师 如果你真的想要学习 神的道 那你要对神赎神 不管你要让我知道什么 我都会顺从 我都下定决定决心要跟 如果你有这种心 那 神就会教导你 可是如果你的心是 如果你对神说 我听先 然后来决定看 要不要跟 如果你有这种 如果你有这种想法 你其实是要对神说 神你不用跟我讲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听不到神的声音 因为我们没有 以正确的态度来 来找神 我们会对神说 神我听先看 然后我要决定说 要不要跟 要不要顺从 要不要做 你不可以这么做 你必须要以 这种态度来跟神 神我会做 你所对我说的 他们应许人得以自由 自己却做败坏的奴仆 我们要什么 我们要得救 我们要正直 我们要圣洁 我们要听圣灵的话语 我们要结圣灵的果子 可是这些呢 却是败坏的奴仆 因为人被谁制服 就是谁的奴仆 对吧 这里说 因为人被谁制服 就是谁的奴仆 那耶稣要给我们生命 耶稣要给我们生命 耶稣要给我们自由 自由是说什么 自由来服从神 好让我们不做 罪的奴仆 那二十节有个 很重要的一点 这里说 唐墨 如果你去网进网络 圣经中心 如果你找这节经文 什么字呢 条件住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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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 这个 这句话呢 其实是 以条件住词的方式 记载的 二十节 让我们看 倘若 他们应认识 救助耶稣基督 得以脱离 世上的污秽 后来又在其中 被缠住 制服 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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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况 就比先前更不好了 这里说呢 他们应 认识主 认识在希腊文 是 记载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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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只是轻微的认识 还是相信 记载若是 要对耶稣有知识 那当他们 有了这个知识 可能这个知识 只是站在脑 他们却没有 对这个知识 好像 私下诺言 所以呢 二十节 二十节说 如果这个知识 没有在你的心中 只是在你的头 而他们 后来又被 罪 和世界的污秽 缠住 那他们 默默的 情况就 比先前 更不好了 所以呢 这里 我们说 这个是一条 建筑词的方式 来写 对吗 就是说 如果你这么做 结果就会这样 那 这 结经文是说 对于这些人 来说 什么都没有改变 他们之前 以前被罪制服 之后也会被罪制服 什么都没有更改 那他们 最后的状况 比之前还更糟 这里呢 他强调 强调就是说 他要你学习 他要你知道 他要你注意 那你知道吗 审判对于每个人来说 不一样 他说 我相信你应该知道 那耶稣说 对于 所多玛 和 俄摩拉 来说呢 他们受的审判 会好过 其他的 地方 其他好像 会好过 多色 多大色 这些地方 为什么 因为这些地方 听了耶稣的道 却拒绝 所以 耶稣说 他们 所受的审判 会招呼 所多玛 就莫拉 那 晓得真理 可是却 选择罪 所以 他们最终的情景 会更加可怕 那 之前他们不晓得 现在他们晓得 可是他们却选 罪 所以 审判会更糟 他们晓得 一路 信 背叛了 传给他们的 生命 倒不如不晓得 为妙 什么 什么是 他们背弃的 生命是什么呢 就是福音 晓得福音 可是他们却背起 他们有这个知识 可是 到 他们应该选的时候 他们选 罪 所以说 刚才他们不晓得更好 所以今天你要问自己 福音有没有改变了你 你觉得说你有新的 脑 新的 生命 生命了吗 你想要过正直的生活 为什么 因为你想要荣耀主 还是你听福音 明白福音 却没有好好地领受福音 最后 最后说 二十二节说 俗语说得真不错 狗说土的 他转过来又吃 猪洗净了 又回到泥里去 这些个人 这话在他们身上正合适 所以 这一节经文呢 在以前 在以前 在现在 在未来 都能够运用在这些人身上 这些人就是 信了神 可是后来又回去 在世界里面打滚了 所以 就好像这里所形容的狗 和猪一样 狗会回头吃 他们自己的 吐出来的这个东西 这里所说的这只狗 并不是人在家里养的小宠物 这只狗是野狗 这只狗 每天只是想要找东西吃 在垃圾棚里找东西吃 你知道这只狗 很可怜 为什么 因为它吃那些肮脏的东西 吃肮脏的东西 不是会吐 它不是会生病 可是呢 吐出来 它又跑回去吃 为什么狗会这么做 因为它是一只狗 它不晓得 它没有人性 狗就是这样子的 它是动物 虽然吃了 它有病 它吐 可是它 仍然会再回去吃 它会做同样的事 虽然它是要说 一次这个东西 我会吐 可是它没有改变 它的行为 它仍然会再回去吃 它猪也是一样 洗 它说我对猪 没有很大的认识 可是洗好的猪 可是呢 我知道 我知道一件事 你可以抓一只猪去洗 洗澡 可是呢 这只猪永远都不会感谢你 而且呢 这只猪会做些什么 你把它洗好了 它会马上回到那个 它会马上回到你里去 打滚去玩 它为什么猪会这么做 因为它是一只猪 它是一个动物 所以它会这么做 已经洗净了 已经弄干净了 可是这只是外表 完全没有改变 人也是一样 人可以晓得真理 可以明白圣经 甚至能够去教人家 甚至能够懂得很多 可是呢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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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他们没有完全顺从神的道 就好像人家说 一点 一丁点的毒药 就能够毁坏一整个 一丁点的属灵的毒药 就会带来死亡 所以今天你要问自己 我在耶稣里是一个新造的人吗 我 学习了圣经 有没有真正的改变呢 我有 顺从神的道 我有坚持 我有守这个承诺吗 还是 我只相信 我只相信 我自己 喜欢的这个 耶稣 那 你看 有些人 仍然是在想自己 喜欢的事 而 耶稣 只是他们 想要得到 自己想要的东西的一个 桥梁 一个方式而已 如果你的希望 是在十字架上 我可以 清楚地 对你说 我可以非常 有自信地 对你说 到了那个时候 到了 你 应该是 的那个时候 你会到 神面前 神会看到 你 神会看到 他的 儿子的 正义 而神会 欢迎你 进入 当我们 接受了 真理 我们就 不会有 任何的 疑心 神是非常 爱我们的 十字架 就是神的 信实 最大的 一个 确据 你知道吗 他看 我们人 人呢 充满了 罪 和死亡 可是他 怎么做 他派 他的 独生子 来 来做些什么呢 来救赎我们 来帮助我们 如果不是因为 耶稣 基督 今天 我们根本就不可能 生存 有耶稣 我们就能够过着 与 神 与耶稣 有关的生活 神天父 我们称颂你 我们相信你的 大 我们的话语是实在的 我们感谢你 给我们救赎的 确据 我们为十字架 称颂你 十字架 为你 做见证 十字架 告诉我们 你是一个 审判 罪的 神 我们在你的面前 非常谦卑 我们 非常的 非常的 惊讶 因为你的独生子 耶稣 基督 为了我们 把这一切的罪 都提到 他自己身上 我们感谢 你的计划 感谢你的 福音 我们现在祈求你 如果在座有人 还没有确取 他们现在 今天 能够领受 耶稣 基督 给我们 这个 福音 的确取 他只要告白 主啊 救我 因为我在你面前 犯的罪 我虽然不 配得 你的救恩 可是通过 耶稣和 他的十字架上的 使 通过他 我相信 他的救赎 工作 我也能得救 我也能得 永生 你会 给我 这个确取 你会 欢迎我 进入 你的天国 我相信 耶稣 为了我死 为了我 被埋葬 在第三天 他复活了 这就是 这就 显示了 通过他 我们能够 得到 战胜 罪 的胜利 我相信 我相信 耶稣 我要邀请 他 做 我生命的 主 我们 我们以耶稣 基督 圣明 祈求 这一切 阿们 阿们 那如果你 已经 骑了 那个 岛 从 现在 起 你再也 不用 有疑心 你已经 有了 被神 救赎的 确计 阿们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